金控三角鏈主角星光晶 十一號股價節節攀高 衝上十三點五五元 創下波段新高 就是因為傳出台信金 將在加碼聘金 激勵股價先行反映 端出誠意強調台信金 是開大門走大路 這次調高的價格 就是最終版本 台信金雖然加碼聘金 阻止中信金搶金 但小股東可不一定買單 台信金十二號開盤 開地震盪 而新光晶同樣不漲反跌 盤中一度大漲超過百分之二點五 爆出四十一萬張大量 來搶金的中信金 也是一片慘綠 台信跟新光晶的合併 因為講實話 一合併以後 股本馬上變大 台信金我已經出清了 新光在高點賣出 然後我會去減便宜的中信金 因為我看起來 我覺得長期的績效 還是中信金 並新光晶會比較好 確定了這一個調高的比例之後 因為跟中信金差不多 所以等於有點短線力多出鏡的味道 所以今天呢 這個新光晶的股價就呈現下跌 中信金跟台信金 為什麼股價也是下跌呢 因為存在一個不確定的因素 換股題材失靈 不過外資又再度加碼 新光晶超過一點四萬張 同時大賣台信金 還有中信金 他昨天補件嘛 那我們大概就是 如果這個當中 我們持續審查下去 大概 那應該就是九月二十四號 經廣會證實已在十一號 收到中信金的補件 不過這也代表 原定九月十六號會有定論 現在將延遲到九月二十四號才會有結果 而公平會最新也已要求 台信金還有中信金補件 盡控三角鏈如馬拉松延長賽 持續延燒 三學中學的副詞 特別報導 採訪